今天我請來的這位朋友 教會了很多香港人過馬路要小心 還有小莫少於水滴會成大海汪洋的儲蓄概念 他就是憑著一首上海灘唱到街之項文的葉麗兒 Francis Yeap 葉麗兒中學畢業之後 在銀行做了八年文職 其間兼任附警參加星寶之夜 令她被顧家輝發掘 從而改變了她的命運 對於廢戈和占叔的知遇之恩 她深存幾大感激呢 經歷過婚姻失敗 到今天擁有幸福的家庭 回望過去她怎麼看人生的起點呢 先乾杯 Francis 謝謝 很高興終於見到你了 謝謝你 謝謝你 因為我在今年做《智雲飯》的舞台版本 本來邀請了你做嘉賓 但後來你先生身體有些病 不可以飛 於是便滯留在澳洲 現在身體如何 現在已經算復原 現在可以走回用拐杖走路 但走廿多分鐘她會很累 她是腰骨出事 所以做了兩次手術 不過很開心 上一次雖然見不到你 但在2009年又好 可以在10月份聽到你的演唱會了 是的 這次三位 你、陳潔玲、肥媽 但你們三個都這麼多自己的歌 那怎麼分呢 主要都是拿大家最想聽的那些 另外其他驚喜的地方 就是找一些我們平時不會怎麼唱的 譬如說我和陳潔玲會有一首中英文合唱的歌 但是聲音的分配是比較特別的 另外我們三個人也有一些普羅大眾 人家很熟悉的 好像顧家輝的作品 我們會有一堆電視歌 對於Maria這個真的很艱難 因為她沒有唱過這些歌 她要重新學起 但是我們的配搭就是有些男女對唱 我們三個人唱 大家怎麼分 所以做出來的效果會很好 你說男女對唱 那有男歌手和你們一起唱嗎 沒有 你自己唱嗎 是的 Maria的聲音就像男仔 三個人有沒有爭執 沒有的 我們三個人都沒有爭執 我告訴你為什麼 第一 三個人都沒有缺乏安全感 還有三個人都不是真的等錢開發 已經上了案 所以大家做起來 沒有爭什麼 大家合作得很開心 還有我們三個好朋友 這是最重要的一因素 你們是否不知道大家有多少歌酬 有manager和你談的 這些不用我們管 你又不會八卦一下 阿威 他會不會比我多 這個我們不介意 我們不介意 其實我做這行一向都是這樣的 我自己提出來的要求 別人滿足了我 他轉頭去買給別人 他賺了一大筆 不關我的事 你總之拿了我 覺得我應得 我認為你滿足到我這個要求 我要多少張機票 我要多少錢 你給我 我就不追問了 現在很多新一輩的歌手 一唱延長就被人批評 走音 你覺得呢 你有沒有聽過走音的歌 你們那輩呢 有 我們都有的 很簡單的一個問題 很多時候他們可能經驗不足 可能他們音樂都未聽清楚 他就要唱了 我們唱通常一定用耳筒 就是我一定的 我一定要聽到自己的聲音 我才會去做這件事 如果我聽不到自己的聲音 我是會不唱的 你的耳筒不動我不去 我會這樣 其實走不走音是靠聽覺 你的聽覺要很靈敏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可能累了 如果你中氣不足 如果你要去高的地方 你上不到那部電影 你的音樂就會歪 就去不到 你有沒有試過 走音就比較少 脫嘴就有 唱了一下忽然間 不記得下一句是什麼 就自己作 這個一定有的 誰人都會有 最重要你不要害怕 不如現在有到好 就有一些的便自形角落 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跟周華健 在Las Vegas做一個演唱會 就是 我發現他完全不記得歌詞 全部依賴了Plasma 我跟他合唱一首Endless Love 他馬上說 拿著歌詞 然後彈了歌詞 我說 你不懂嗎 我懂不記得 這些我們老一輩是不會做的 你剛剛提到一件事 你就說我耳筒聽不到的 我就不唱了 我不出聲了 這個是你其中一個原則 但我知道你有另外一個原則 以前你的習慣 現在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 不喜歡換衣服 我是不喜歡換衣服的 因為為什麼呢 第一 令到你精神極度緊張 你通常換衣服的位置 只有一份 頂籠給你兩分鐘 你回來 哇 又有信心 那為什麼呢 你有沒有試過以前做演唱會 就是因為要換得太多衣服 我Francis不唱 不唱就不會 我也曾經有一陣子 在演唱會裡都換 看先 換五六七套衣服 都試過的 譬如 最好笑的那一次 就是 又是姚永叔做的 那一次 我就扮汪明荃 其中一個項目 我又扮肥肥 又扮汪明荃 又扮小鳳 那樣 很多東西都換 我扮汪明荃 是唱揚魂女將 那套古裝 穿得很快 全部都是用魔術貼 貼上去 戴帽子走出來 我一站出來 拿著有個武器 有個磁雞 然後擺這個姿勢 應之換法 一看跟我站著做將軍的藝員 現在李鴻傑還是TVB藝員 忘記脫眼鏡 笑到我流了眼淚 整隻腳都掉了 因為我拍很serious 一看他 笑了一次之後 我就知道原來換衣服很危險 因為他們的單純都一樣 是這樣的換法 很危險的事情 好 我向你介紹一下 第一道菜 這是烤熊菜頭露筍沙律 我這一份是露筍沙律 配蜜展新薯 New Potatoes 好 請起茶 你怎麼知道我很喜歡吃Bit Root 我只是猜的 我很喜歡 因為在澳洲住很多人吃Bit Root 澳洲人是吃Hamburger 裡面都有Bit Root 他們很誇張 很漂亮 你小時候成長的環境是怎樣的 我非常小康之家 爸爸是漁龍署的主管 做什麼 最初在油麻地街市 應該是蔡市場 在新田地街 現在很多果欄 所以我們小時候住宿舍 到後來他就調去荃灣 管 現在都可能沒有人認識 管night soil night soil就是夜香 就是糞便 糞便 因為以前那些人 以前那些人 沒有廁所的 就有人來倒夜香 那些夜香收集了 就拿去一個Depo那裡 然後就賣給農民 派到農民那裡種鐵 荃灣以前就有一個night soil station 他就在那裡當班 也是有宿舍的 但當然做這件事一定有味 我媽媽就不肯在那裡住 所以我記得我搬入荃灣的時候 大概七歲 我們就住在德士古 德士古道 就是矮屋 還要打井水 沒有電 到後來搬去三棟屋才有訂 但有道好 我就是不怕不乾淨 我習慣了 譬如我小時候去night soil station 玩 我捉那些蟲來 去釣泥蚂 我是這樣的 我是一邊都不怕 你捉了什麼蟲 那些糞便的蟲 因為周圍都會有 那個是night soil station 它有化訓池 一定會有 you can't avoid that 你又不怕臭 我不會 我不會 所以到後來 我孫出生 我兒子出生 換片 我一點都不會 我不會覺得 我沒有這件事 chair, shoe, cupboard 即是發音是很準的 變成了我會考的時候 我英文就成績很好 於是一派 派了去摩星嶺 摩星嶺是很遠的 在荃灣去摩星嶺 是早上六點半搭船 一個小時的船 去到中環 坐校車上學 即每日是一個半至兩個小時的路程 但有到好 就是由中文的教學 一轉轉去英文教學 我從11歲開始 我是用英語思考 英語對白 英語學習 但也懂中文 這是好處 你的轉接不困難 主要是爸爸 困難 第一期是有合科不合格 為什麼呢?很簡單 新界女兒 梳著兩條媽邊 回香港 出生 對,出生 很重要 還以為自己很棒 回了學 先生說什麼都不知道 做什麼功課都不知道 因為你根本聽不到她說什麼 但是不問 自以為是 到派第一個成績表的時候 一看 七方不合格 怎麼回去對父母 我媽媽都不打了 即是下期你沒得讀的 我爸爸跟我說一句 我很失望 糟了 這句才是要心要肺 說了這句之後 乖乖的 起心肝做人 拿著一本字典 那時候就變成了個每時問 什麼不懂的都問 問到同學又煩了 老師又煩了 還有最好就是有四五個同學 都是類似的情況 我們大家幫對方 到我派下學期的成績表 我只有兩科不合格 就是數和化學 你會考成績是怎樣的 會考成績是兩科優 嘩這麼厲害的 你猜不到的 英文和biblical knowledge 另外五科合格 當年很有趣 六四年畢業 匯豐銀行來學校招募員工 以前匯豐的Policy 逢是請民員 多數請蒲籍 他們英文好 請中國人的 多數是數銀子 Cashers Cashers OK 我是第一批 在學校拼回來做民員的人 很開心 四百五十元人工 賺錢 我媽媽就說 其實你是應該去大學 但我們沒有能力供你 你可不可以晚上讀語科 你晚上讀語科 起碼想進入大學的時候 你有個底子可以進 OK 那就讀 讀英文文化 最困難的一科 讀中文 兩科是 一點都沒有 還是兩個extreme 讀了一樣 廣告歌 你都唱很多 很多 多數都是輝哥作的 輝哥王瞻 人家說 輝哥和占叔一起的時候 就不安靜了 他不滿意 他就說 你這樣的 那他有沒有什麼感價過你 占叔是不是很懂得哄女生 很懂得哄女生 有沒有哄過你 沒有 在匯豐做了八年 八年半 八年半 最大的得著是什麼 最大的得著就是 可以說是有一個很幫得我的老闆 因為當然我做記書的時候 就派了去有理銀行的總行 就是借了給他用的 當年有理銀行總行 就是很多外國人 退休前回來香港做十八個月的情況 因為這是為了他們免給英國的稅 所以他們每個人回來都沒有什麼做 實際上 我經常坐在這裡職腔餐 等等 但我很喜歡唱歌 而我在有理做了沒多久 我就參加了聲部之夜 然後沒多久 在TVB簽了我做歡樂今宵 我老闆幫我看那份約 噢 這個平撈 對 出路遇貴人就是這樣 他說這些你要很小心 我還記得他幫我看唱片公司的合約 他說他require你唱一個perfect copy perfect copy是很難做的 我說within reason 沒有可能 你要小心 就是這樣的 這些老闆是很難說的 因為這樣了 有時間了 職腩衣服 所以就參加聲部之夜 不單止 我當時做了附警 對呀 你做了附警 為什麼呢 你記不記得六七 可能你不記得 六六八年暴動 暴動 暴動 到處都說 扔紅雞蛋水 什麼都出齊 匯豐就要求職員 參加一些公餘的社會福利服務 那我 好 那我做什麼 做警察 因為衣服是最 最聰明的 那套製服 還有 口齒伶俐 警察 就是最有用的 因為那時候我去看九九九店 在中環大館 每個禮拜當兩萬家 六八年炸彈時期 我也做過 那時候都挺刺激的 附近的日子 我們吃完這個可以再聊一下 這是什麼 我這個叫做蘑菇儀食 主要是蘑菇的餡餅 加蘑菇的清湯 你這份是蘑菇黑松露意大利飯 我這個叫做蘑菇 對 你這個有很多功夫 對 你是不是想試一下 不不不不 這個很美 我也是很喜歡吃蘑菇的餡餅 嗯 嘩 你不試一下會後悔 哈哈 你喜歡蘑菇味嗎 喜歡的 很香蘑菇味 我這個也有 我這個的stork 我相信那個飯是用湯來煮的 所以很香 我自己也有煮蘑菇的resource 附近的日子有什么难忘的 惊险的紧张 最刺激的就是皇后阶落楼 有一晚当时10点几 差不多11点 快就收工了 接到电话说那里落楼 阵脚大乱 所有巡邻车都去了 然后又有救伤车都去了 这个很害怕 但是也有一点爱莫能助的感觉 因为我们的人不在那里 人在控制室 而且现在说起来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 当年如果能够说服打电话来的人 不要害怕 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技巧了 因为通常人家打电话来 是很惊慌之下 你要问清楚 你要救伤车还是救火车 也有一次有一个人打电话来 他就说有个人吊颈 他就一口哭 我就说你扶他下来 不行 我不能进去 他是没有可能 他是不能进去那间房 我于是为了急急叫 但是救不了我的人 于是觉得自己很无能 做了多久附警 头尾由六八年到七二年 七三年 七三年 七三年我离开汇丰 入了去郭泰网公司 做了一年的亲善大使 整天要出浮的那份工 而附警每次出浮 你要写封信申请 很多时候我在国泰 今天早上收到Telix 今天下午就要走 于是挺困难 于是唯有辞职 当然这些一切一切 都是由你参加星报志的开始 是的 你为什么会参加的初初 我在学校的时候就唱歌 离开学校又唱歌 就认识了天子教总堂 他有一个神父叫father Monty father Monty很喜欢玩的 他管大堂的诗歌班 有时我去唱歌会遇到他 我第一个丈夫玩吉他很厉害 我们三个人就是一个组合 很多时候在堂区表演 社区中心表演 当然不收钱 唱文歌 唱唱下那些人就说 你们可以上去电视台参加 又可以赢到奖品 我喜欢玩 为什么不就参加报名 谁知道去面试那天 他们两个不来 father Monty不来 我都了解 可能主教不会喜欢这件事 可能他避免这些不必要的麻烦 他就不来了 我丈夫应该告诉我 她不来 很远辆路到TVB 到面前 蔡和平现在太太 任平平做audition 你其他的人 他们可能不来 你不好 我唱歌 你唱什麼歌? You don't have to say you love me 他叫 Larry 琴詩 給我一個音 When I said I needed you 你回去吧 我們會通知你 玩完了 我回去跟老公吵了一大禮 為什麼? 他說 去什麼? 退那些地方給別人利用 很多這樣的theory 誰知道過了一個星期 去打電話給我 星期四就出鏡了 我當然去 這麼好玩 我去吧 去了一唱 到了今天的結局 你當時的賽制是怎樣的? 有四個燈 好像還有一個總決賽還是準決賽? 準決賽 六個月就有一個準決賽 我又贏了 那次是唱Yesterday 又贏了 那時候我已經幫阿輝唱廣告歌 因為大概唱完第一次三個禮拜後 阿輝幫我打電話給我 他是當晚評判 他 許冠傑和秘明三角 他打電話給我 你有興趣嘗試廣告嗎? 我說在哪裡來? 是不是要去廣告? 他說不用不用 我們在堅尼地道很近 我在中環上班 他說可以 我幫你叫三文治你上來 我坐的士上去 堅尼地道34號 樓東先生的studio 去到 原來唱廣告歌很好賺 很短 30秒 45秒 最長都是一分鐘 千多元 二千元 我當時打銀行公司 千鬆些 二千元都未到 一個午餐時間 唱兩首歌 我都不知道多開心 還有多東西學 最重要 學了些什麼呢? 唱廣告歌 用很多種不同的聲音 讀唱 合唱 不同的產品 就算說 每包只賣三毫 都有很多種說法 那就去學 多數都是輝哥作的 輝哥黃瞻 怪他兩個這麼多錢 你唱都千多元 你想想 黃瞻當時跟我說 後來跟我說 當然要找你 你便宜 不是 因為廣告歌 通常他們又不想要 大家聽得太少的聲音 而且他經常都想找一些新的聲音 新的聲音 而我又真是很順德人 因為又方便 又不讓他麻煩 又學得快 又交貨準 於是便可以 又不講價 我不講價 因為輝哥唱完給了支票 我便走了 永遠都是這樣的 所以變成 我又沒有搞人際關係 我不懂那些東西 我是有碗 有碟話碟 我是一個這樣的人 輝哥又很 為什麼 很保守 又不太出聲 很久不中 我聽到詹叔說粗口 我就會笑一下 領著麵 又去吃三文治 那類的 我跟他們相處 但有一件事 我就是 怎樣說 捉到路不懂得脫國 因為我一出道的時候 已經跟行外最紅的那兩個人做事 我不懂得利用這個 你怎麼利用呢 如果我懂得利用 我很好地巴結他 可以叫他寫一些很好的歌 給我唱 但不是 我經常都會等他寫了 叫我先去 我唱片公司那些歌 那時候都不是輝哥做的 所以變成了 我根本就不懂得 在那個時間 好地跟輝哥說 你作些好的歌 讓我唱 就是我不懂那些東西 但我就很尊私送道 我對他們兩個很尊敬 他說我 我一定聽 還有那時候 為什麼 詹叔說我便宜呢 因為唱廣告 你要做了一個示範的 給別人聽了 他決定才用 我示範的那個也是我 到後來唱的那個 但是我只收了一切錢 你示範的不算數 是的 廣告歌 你都唱很多 很多 你真的記不記得自己 唱過多少首廣告歌 多得不得利 我記得有一晚看EYT 其中一個ad break 有四個廣告 是我們三個人做的 但印象最深的廣告歌 有恆生銀行的小莫小於水滴 這個真是美得不得利 一首廣告歌 可樂的 I'd like to teach the world to sing 還有 《星辰錶任你撞》 《星辰錶任你震》 《星辰錶任你震》 拍完廣告這個 剛剛你提到輝哥 輝哥是先叫你唱廣告的人 輝哥的人你剛剛說很安靜 但別人說輝哥和詹叔一起的時候 就不安靜了 不是的 很多事情都是詹叔說 輝哥在笑而已 他的反應就是笑而已 對 他很笑 而且輝哥是一個絕對沒有脾氣的人 他不滿意 他就說你這樣 最多是這樣 是這麼多的 你聽到什麼感價 你就知道他是不喜歡的 那他有沒有什麼感價過你 印象中沒有 他經常叫我 你站後一點 你站後一點 他是先爆出來的 但是後來他跟你賭協的時候 他就說得很好 你是不可以生氣的 哈哈哈哈 但是他是一個很有才能的人 他真的犯犯得 而且犯犯對自己的要求都很高 占叔是不是很懂得哄女生 對 對 很懂得哄女生 有沒有哄過你 沒有 因為我不是他的類型 他當時都說 你肥妹子 走啦走啦 就是那類的 占叔後來患了病 患了癌症之後 你有沒有機會見過他 有有有 我跟他是鄰居 那時候 也有時會跟他和他的太太Winnie 我們四個去下山 到後來的時候 我就有一次跟他走山 我就聽到他氣喘得很厲害 後來我還介紹了個中醫給他看 這樣 但是很可惜的是 他走的時候 我不是在香港 我就剛剛出了門做事 高志森發了個訊息給我 說他過世 我剛剛下了機 在Los Angeles 剛剛打開電話 就收到 我坐在他皮膠裡呆了 然後在那裡哭 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因為我不意料到他這麼快 我走之前 我走了大概兩個禮拜他過世 我走之前 那個中醫都還跟我通過電話說 他有上去看過他 現在正在開藥給他吃 我也不知道他嚴重得那麼厲害 詹叔給你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詹叔對我最大的影響是 可以說是我的說話的技巧 我最記得第一次做師儀 是跟他拍檔 做群星拱召顧家費 在希爾頓ballroom做 他喝酒 一邊做一邊喝 每次上台說話 他就 繞了不知去哪裡 然後我要繞回來 然後FM有時候要這樣 有時候要這樣 搞到我陣腳大亂 但是學了很多東西 就是應對 還有後來有一次我做講座 他主持的講座 我是其中一個講座 就是跟觀眾分享 我怎樣面對人生逆境 我怎樣戰勝與難 那些東西 我寫了七版稿 是啊 我承認我是一個很失敗 而且是一個很自私的母親 在香港一個歌手 有多少機會可以去英國 簽一間這麼大的公司 有人作曲給你唱 有沒有人敢說過你 Francis 你拋呼氣字 為了自己 我相信有的